农村小火可被城里人骗藏了 他想参军光中耀祖 却因不懂贿赂负责人 就被招兵处恶狠狠地打了出来 而站在身后的漂亮姐姐 直言他有办法让小火参军 小火就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金钱 求他为自己疏通关系 可漂亮姐姐离开后 整整一天都没有回来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如今身无分文 只好在街头凑合一夜 但路过的富家女却停下了马车 邀请小火去他家里住宿 小火觉得自己已经没啥可骗的了 就跟着去了他家的别墅 看着富豪一家和蔼的模样 小火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好心人 可就在当晚睡觉的时候 他察觉到了极强的杀气 立马冲出了房门 外面竟站着一群杀手 见他们已经杀死了富豪夫妻 小火赶忙跑向富家女 要保护收留了自己的恩怨 可杀手却直接跳步小火 一刀斩杀旁边的护卫 眼看就要劈向富家女 小火再次冲来阻止 杀手俯身上前直刺他的心脏 可小火竟然没死 致命攻击被他身上的佛像挡住 杀手剑撞欲继续攻击 但他的同伴却将其拦下 竟是白天骗钱的漂亮姐姐 他不理会愤怒的小火 竟只打开了富豪家的仓库 只见里面到处都是刑具和尸体 漂亮姐姐这才说到 富豪一家经常引诱外地人回家 然后向他们施以酷刑取恶 而小火却看到同村的女孩沙悠 已经被折磨致死 富家女仍在狡辩自己并不知情 小火心中有些犹豫 可仓库里竟传来了好友亚斯的声音 实言就是富家女将她骗到了这 沙悠则是富家女亲手虐待致死的 见真相败露 富家女也不再装无辜好人 大骂小火等人就是诸狗不如的乡下 自己就是杀几个家畜有什么错 小火听后愤怒地握住剑底 一剑将富家女拦腰斩断 让她得到了应有的惩罚